这个人怎么会恐怖的 因为你天天跟别人作恶 你一定会害怕 你今天去告他 你都不知道过两天他会告你啊 现在的人的嫉妒心 称恨心非常的重啊 你现在老婆你骂得得吗 你随便讲老婆一句不好 晚上让你闲着个宝 盐给你放很多 结果那个老公说 怎么这么闲的吗 他就说 你不是经常说我是嫌妻吗 人的报复心啊 非常的厉害 所以要懂得我们不恐怖 才能处一切苦 不要去对别人伤害 人间种种的苦难 要度过去 就叫度一切苦恶 不要让他生成 什么叫生成 难以生成 就不要让他去把这个灾 这个难 这个恨 这个嫉妒心 让他去生成 你就不会有苦难 需要去解除他 这就是不生不灭呀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 无所得 这就是 无智 亦无德 亦无所得 故啊 天天在念经 好好地理解 理解吧 人心能制造出善良 也能制造出邪恶 所以万事唯心造 今天有个好的心态 把别人都看成是菩萨 你活在菩萨中间 你就是活在喜乐世界啊 谢谢大家